今天继续介绍悬疑推理剧《神秘法医》 枝叶繁茂的雨林 即使阳光普照 也照亮不完整个森林 此时 一个男人正在疯狂地逃命 随着一声枪响 男人中枪倒地 回到法医研究所 哈罗正在解剖一具坠机的尸体 同事老费突然邀请他 参加一场录影 闲来无事 哈罗便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 小夫正在准备早餐 他的男友还是担心 来路不明的詹姆斯 而现在又赖着不走 白吃白喝 话音刚落 一身西装的詹姆斯下楼的 他决定去面试工作 而此时 哈罗三人正在向着目的地进发 在车上 老费坦白 打算告诉他们一件事 到达目的地后 哈罗两人开始猜测是什么事 最后一致认为 老费得了癌症 詹姆斯也到达了地点 但这里并不是面试的地方 而是警察局的大厅 没多久 他就偷走了一名女警的工作证 成功昏入警察局内部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绝对是一个惯犯 原来 他是想拿回自己的手机 却意外得知 手机已经被佐利奇取走 雨林中 哈罗三人偶遇的一座小屋 就在他们惊讶 这个偏僻的地方居然有人居住时 护林员突兀地走了过来 说这里已经被封锁 长期的雨水很可能引发塌陷 并劝他们应该离开 老费当然不愿意 他可是雨林露营高手 在向护林员保证后 直接带着哈罗两人继续前进 直到烟幕降临 三人才安顿了下来 到了此刻 老费才说出那件事 原来人到中年的他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婚姻 可是 老费等了一天 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只留下一张纸条 你闻起来 有福尔玛尼的味道 很明显 由于工作的原因 老费失恋了 可是下一秒 老费突然面露青涩 哈罗立即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 晃晃悠悠地走来 最终在他们身边坐下 便询问他们 谁想听听 我是怎么死的 他被枪击 死在这里很多年了 三人见状 立即警觉起来 都以为撞鬼的 随后 哈罗小心地开口问道 谁杀了你 男人说 他叫惠特曼 是一个植物学家 有人在追杀他 说完之后 男人又缓缓地起身 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哈罗三人被吓得不轻 立即饮下烈酒 然后沉沉地睡去的 另一边 一个女人 自称有一个詹姆斯的怀地 聪明的小妇 立即否认 并赶走到对方 躲在屋内的詹姆斯 见女人走后 才松了一口气 而女人回到车上 决定下次再来 很明显 詹姆斯被他们盯上了 哈罗三人终于醒来了 他们对昨晚的事 还有些上头 只能继续向雨林 深处行走 只是哈罗仍然感到怀疑 他便用手机 搜索的惠特曼 果真有这个人的信息 秘鲁植物学家 在三年前就失踪了 因引入非法植物 被海关追捕 下一秒 他们就发现了一株 奇特的 根本不属于本土的植物 哈罗前去查看 却在根部找到一具完整的尸骨 只是第七根 胸椎骨缺了一块 类似于后背中枪所致 而植物 却是从它的胃部位置 长出来的 曾经经过毒的警长 一眼便看出 这是一种毒苗 可卡因就是来自它的叶子 原产地 正是惠特曼的国家 植物之所以从它的身体里长出来 是因为它用身体携带了种子 死后 尸体便成了它的天然肥料 突然枪声四起 吓得三人立即躲藏 只是老费和警长逃了出去 只剩哈罗一人 接着便被一把枪逼了出来 没想到警长没走 更没想到的是 敌人不止一个 正是那个护林员 原来护林员两人 胁迫惠特曼走私骨科种私 然后带回本国种植 进行毒品贸易 可是结果 护林员卸磨杀驴 决定杀了惠特曼兄弟 听到这 哈罗瞬间明白 那个鬼魂 就是惠特曼兄弟之一 就在这时 老费也出现了 他想用燃烧瓶拯救二人 结果不到一秒 就摔碎了未点燃的燃烧瓶 不过 吓得护林员一大跳 而警长也趁乱挣脱束缚 瞬间制服对方 直到警方前来 才算尘埃落定 他们逮捕了杀人凶手 还查获得近百株毒株 此时 如同鬼魂的 惠特曼兄弟走了出来 原来两人逃跑时 弟弟被当场打死 而哥哥只是被打中了肩膀 假死地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记忆一直停留在 哥哥死时的场景 并因悲伤过度 患上了科塔德错觉 这种错觉 会让人以为 身体的某个部位消失 严重地 会误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但是现在都过去了 哈罗告诉他 可以回到真实的世界了 好了 这里是老简观音 我们下集再见了